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而决定撤销此案 同时 英女士还收到了京东公安分局 做出的解除取保候选决定书 退还保证金决定书 今年6月 英女士和丈夫营救助一条警犬 被多胡派出 所以涉嫌盗窃刑事另案 而后为取保候选 因二件调查就脱不绝 英女士向媒体求助引发舆论关注 涉事派出所遭到公众质疑 让广记者惯心 此前报道 夫妻垃圾同旁救助警犬被刑事立案相关派出所场被停职今年6月底 京华一对夫妻在派出所大门附近垃圾箱 当带走一条警犬 被警方查获后 受到取保候选的危机压性强制措施 而按照对夫妻的说法 他们是把警犬当作流浪狗带走进行救助 从10月26日开始 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 引发舆论关注 记者从清华市公安局获悉 该局领导对此事件高度重视 通报了该案的处理进展情况 英都胡派出所相关人员对散放的警犬未尽到管理职责 违反了警犬饲养管理操作规程中的相关规定 京都公安分局决定对所长停止执行职务 对警犬管理员予以此退处理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朱某 英某所设案件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已介入 将结合朱某 英某夫妇提供的线索和证据 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等进行全面核查 尽早给当事人一个明确的答复 并对媒体的监督和网民的关注表示感谢 金华日报